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5月23号星期一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宝申 近日中共党内第一和第二把手之间的争斗 浮上台面 协力之争到底是围绕什么进行 斗争结果能否在明秋十九大前见分晓 另外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宣誓就职 台湾进入民进党全面执政新时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也在上个星期视察香港 遭到一些港人的抗议 一国两制的前景究竟何在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 讨论开始前先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 在河内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将全面取消对越南长达约50年的武器禁运 星期一早些时候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首都河内 为奥巴马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 奥巴马星期一会见陈大光和其他越南高层官员 分析人士说 这显示美业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 中国乐见越南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发展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 并称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 希望解禁能够有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 在结束对越南的三天访问之后 奥巴马将前往日本访问 奥巴马表示 他不会为原子弹轰炸广岛而道歉 美业两国先前是敌手 如今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加强 并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举动表示担心和警惕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这是奥巴马总统首次访问越南 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国家 这也是自1975年两国结束敌对行动之后 第三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越南 每月两国长久以来都谋求加强彼此间的贸易 美国希望从越南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财富中获益 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则希望经济不断增长 可以抵消其威权统治所面临的威胁 此外在北京持续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秀肌肉之际 华盛顿与河内在安全方面也有共同目标 在南中国海地区 北京与河内对一些岛屿和岛礁有主权争议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对奥巴马总统的到访表示十分高兴 越南高度赞扬美国决定完全取消对越南销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 这反映出越美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奥巴马总统则利用到访越南的机会 重申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 美越两国一致支持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地区秩序 支持在那里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合法手段 维持国际准则和规则 维持那里的航行和飞行自由 让合法的商贸不受阻碍 我希望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准许的地方飞行 航行和运作 我们将支持所有的国家做这些事情的权利 主张美国对越南解除武器禁运的人表示 让越南得到必要的军事装备 让越南老旧的俄罗斯装备得以补充和加强 以便可以更好地抗衡北京 这一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越南的人权记录依然恶劣 使美国难以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 奥巴马星期二在河内发表演说时 预计将谈到这个问题 越南方面显然早就对此心中有数 奥巴马这次访问越南的主题将是贸易 奥巴马目前迫切希望推进包括越南在内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星期二下午 奥巴马将飞往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市 那里原来是南越的首府西贡 自美国部队40年前从那里仓皇撤出以来 胡志明市已经成为越南的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 VA卫视记者齐之锋 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谢谢收看 请不要走开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近日中共党内第一和第二把手之间的争斗浮上水面 党媒《人们日报》5月9号发表对权威人士的专访 公开否认中国经济首纪开门红 批评国务院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新时代的炮打司令部 是中南海南院和北院矛盾公开化的表现 几天以后中国政府网联发三篇评论 声称中国经济实现好开局 评论人士认为中共高层近年来全斗不断 但如此公开化却不多见 习理之争到底是围绕经济政策还是事关政治路线 这场争斗是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斗争结果能否在明秋中共十九大前见分晓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 一位是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 近来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之间争斗的这种传闻很多 在你看来这些传闻是否真实 如果他们两人确实存在一些矛盾或者斗争的话 主要是围绕哪些问题而展开 我觉得就细节来讲 当然有可能有很多传说未必是准确的 比如说这次斗争很有可能甚至还等不到19大 要在拜登会议的时候就解决 李克强甚至不像传闻中间那样 可能当人大委员长有可能扁到政协去当政协主席 甚至还有可能说情况更糟糕 我觉得这些传闻那需要为了来证明 很难说一定是这么实现 也有可能习近平说了 这种东西从细节来讲 就是很难去完全确定 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权力斗争 整是会存在 而且它整是有时候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有时候又是跟传说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是我需要特别强调的 就是中国的这种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这种冲突 是一种结构性的 是一种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 一种冲突 不仅仅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 除非你这个总书记不想有所作为 或者说你这个总书记就把这个总理变成一个打工者 而这个打工者又干预自己成为一个打工者 但是为什么讲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种冲突呢 主要是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 它没办法这个理顺 我反复讲的那一点就是 无论是在民主国家和在专制国家 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行众权力 它是必须同意的 你不管是总统也好 总书记也好 国家主席也好 你还能相信台湾的 比如说我们拿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讲 它下面有一个行政院长 那个行政院长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或者是在某种形状的事情 形成双轨这个体制 这个是不合能力的 那么在美国以前的 建国的时候也有过这个很激烈的争论 是建五个总统 九个总统 还是多少个州 就每人能力来当一个总统呢 后来争论的一个结果就是 行政的 这个有个思想家提出来 这个行政的最高 美的就是效力 就是行政是什么意思呢 不仅仅简单的 是国务院的这个权力 而是这个统领这个国家的 政府的这个权力 包括司法 包括这个行政当局 包括这个行政具体的这些部门 包括这个军队 从这个意义来讲 你不管是总理制还是总统制 这个是必须集中的 但是在中国形成了 这么一个不能不累的这么一个结构 就是说对法律赋予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权力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法律所赋予国家主席或者是总统制的权力是非常含糊的 什么叫当领导 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可以接线了这种法律条文 才能造成 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揽权 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做啥 那么你怎么处理跟这个政府的这个所谓关系 因为从法理来讲 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国务院总理 而国务院总理他在现实的这个权力中间 他又是说二把手 他在党委里面 在地方里面他又说二把手 所以这种程度是一种结构性的 是一种不可调和的 要么你这理性是政府首脑 国务院总理是第一 要么你这理性是国家主席第一 不论你并别 并别是错的 好的 张立凡先生 对于人们广泛传说的这种中南海南院 也就是中共中央和北院国务院之间的这种斗争的公开化 你认为他们是现在的斗争 或者说他们的矛盾是不是引到了一触即发的 这么一种地步 另外矛盾的公开化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历史上这种专制制度 像什么军项政权或者是南北斯之争 那个时候所谓南北斯 北斯反而是这个宫内 这个南斯是这些个六部 这个跟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位置正好相反 那这个到民国时候也是有的 就是府院之争 总统府和国务院也是有政权 那么这种体制现在实践到中共 这个一直啊 你从这个毛时代开始 毛州什么毛流都发生过矛盾 后来是毛林就一把手跟二把手 或者是这个包括三把手 这个之间总是有一些问题产生 所以你说这个毛泽东他炮打司令部啊 他打的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 这个刘少奇邓耀平 那但是现在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 现在这个韩国上炮打司令部 为什么呢 因为司令部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 他已经搞了小组治国了 他才是司令部 这个国务院实际上从法律地位上 当然这个国务院应该是最高的 这个行政首脑 但是国务院现在的权力实际上并不大 这个而且可以说是历届的总理 到现在这个李克强 他是可能是权力最小的一个总理 那么但是呢 这个去年以来情况有所变化 一个呢就是小组治国 下指挥出了很多的乱子 那么这些乱子就导致这个 要么总理为这些乱子当替罪羊 要么这个总理就把他这个应有的权利 给夺回来或者找回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你就当牺牲品 要么你就得有名有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这种争执恐怕是很难免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事情来看 当然李克强他以前我就分析过 李克强在这个胡锦涛时代是被作为总书记培养的 他并不是作为总理来培养的 那么当然因为有一个更强势的人物 他出现了伤了处军 那么后来接了位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李克强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十八大幻届的初期 他曾经也表示臣服表示愿意听这个一把手的领导 所以我们看原来有克强经济学后来就没有了 原来的这个克强经济学就被这个所谓新常态取代了 实际上就是变成这个习式经济学 但是习式他又不是一个搞经济 学经济出身的 那么到底他的经济政策怎么样 现在我们大家这三年来看到的情况也说实在的 这个很难让人满意 当然你看李克强他减证犯权这一点 这个开负面清单什么等等这些 我认为这些做法还是必要的 但是他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 现在我们这个领导人他只用自己人 只用他的同学同事什么同乡旧部 他信得过的人他愿意信任 比如刘鹤 那就也就是这次所谓的这个权威人士 这个发言的这个 那这个才是他也公开的讲过 他是如何的信任刘鹤 所以现在来看就是李克强的这个位置 我们从今年这个人大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姿态 肢体语言也好 后来这个李克强在做报告时候的那种紧张神态 然后还有人不鼓掌的这个情况 以及后来他到了记者招待会上 谈笑风声的情况 我们来看实际上这个中间 当时我们就分析是有问题的 是有很多需要来进行解读 根本问题是什么 根本问题可能还是十九大的卡位战 就是因为原来是团派布置好的 这个接班的布局 现在呢需要用习家军的这个布局来取代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总理的位置可能就变成一个 必争执底织 也就是我以前讲的三国演义 这个是现在这个上海帮这个威了 所以现在可能就要变成楚汉相争 所以板子现在已经开始打到团派的屁股上了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根本的问题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 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 首先是广东的钱先生 钱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和嘉宾 然后我今天想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对你们两位的那个嘉宾的意见 我表示很坦诚 但是我也要看出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们是不是注意过 在某场事件以后 邓小平曾经扶持过朱镕基 来当一个国家的总理 当时他和江振民其实也是有矛盾的 他是一心想做一个人民的好组民 但是他的权力不高 同样的现状 当然信任李克强不能和那个当时的中文纪想比例 但是在复兴他的末期 中国这一个一次正典 就是说薄熙来的事件 这个薄熙来的事件给中国的打击是很大的 然后这个薄熙的事件也给中国人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不亚于那个1989年6月4日的那场事件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家的评论应该所谓客观一致 第二个我想就那个你们第二的话题可能我无法添加了 但是我简单说一句就是张德洋庭在那个香港说过一句话 他说香港的普选价值和那个对公民的那个价值 普选和公民的质选 是那个世界普遍的价值观 这是在中国某媒体上报道过的 但是这样的新闻能在中国大多数媒体上报道的 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 好的 谢谢广东的钱先生 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讨论 张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的 河北张先生 我说是啊 好好好 我看了你们几期节目的 看了你们几期节目的啊 我整个和平啊 这四五公里反正 对不起我听不懂您在讲什么 他说这个是管的呢 准确的方法满的沟通 河北张先生 请你说话文明一些 您可以对我们讨论的话题 或者嘉宾发表的观点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但是请你嘴下有德 这是一个很文明很自由的论坛 好 和平先生 刚才你谈到了 北戴河会议的问题 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 是十九大以前非常重要一次会议 围绕着人十九大的 人事安排 围绕当前的经济局势 政治形势 估计会有相当紧张的 或者激烈的这种戏剧来上演 请你谈谈对今年 北戴河会议议题和内容的一些预测 现在一切都是非常难确定 但是首要的问题是 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种矛盾 这种是怎么解决 这个比提到事情 好像来得更加紧张一些 紧急一些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经济在很大的成长上 成为中共这个政权的 支撑的所谓的能力 如果没有经济了 那跟他讲 他所有讲的一些东西 都更加空洞 更加没有支撑的力量 那么各种矛盾都会突出来 那么现在经济很显明 是有了问题 但是首先他们就要找这个天才阳 那么天才阳 这个李克强 就成为了一个首当的人选 但是我在印尼以前 还是什么时候就讲过 我说李克强实际上 连天才阳的资格都没有 就是因为很多的决策 宏观的决策 即使是宏观的决策 人事的权力 司法的权力 都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要真正做起来 需要这些部门的配合 他根本调动不了 国务院的司法系统 公安系统 他管不了 对吧 那么国务院的人事的安排 他管不了 那么他就剩下了一个 一个具体的这种经济的 这个政策的决策 那么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虽然你中央领导小组 他管了宏观的政策 但是具体的执行的时候 是你这个李克强的执行 所以甚至在你在决策 比如股票的事情 互联网经营的问题 都是你具体决策的 那么你应该来承担 这个具体的责任 这个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因为 这就扯不清楚了 对吧 那站在同情和支持李克强的角度来讲 那你是这个习近平已经揽权 所以你在操作这种小组乱国 小组胡乱治国的这么一种节制 那么使这个总理没办法正常 行使这个权力 成为了操作经济的 这个乱局的一种结果 那站在这个习近平 支持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李克强你是具体管经济的 实际上你根本就管理出来 你在河南管理的是S病 你在辽营管理的是伊丽神 你当了总理以后 他管理的是出来的是这个互联网进行骗局 还搞成这个股票的这个暴力救市等等等等 所以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我前面讲的 他这个事情是离不清楚的 但是一般老百姓的心理 或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 同情肉者是比较强一点的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理解的总理 毛泽东10号的钟恩来 江泽民10号的朱银基 那么这个胡锦涛10号的这个温家宝 现在的这个李克强 要么你就觉得了他呢 就是比较符合人们的这个道德价值 能力价值 甚至是普世价值 要么他就是被欺负了 但实际上在我看起来 无论是温家宝还是这个朱银基 还是这个这个中国来 其实是都弄得失明 但是他服务中国人的 或者是我们民众的某一些心理需求 就是对这个尊主很不满 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结构没有理顺 那么是九大能部的理顺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 我觉得会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正常的来讲 一个国家的君主 就是他这个领导人 他是有权利 去对同学啊 同乡啊 他熟悉的人啊 他了解和信任的人啊 做成他的这个权力结构 那在民主政权里面 是避免了一种现象 但是在专制政权里面 传承专制政权里面 也是正常的现象 就是中共这个东西啊 他不能不累 他又讲什么五湖四海了 他又讲 又不去搞新山会 所以他才会操作这个矛盾成长 这种权力斗争 和西方民主政权里面的权力斗争 和传统的官邸里面权力斗争 是很大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的 这种特殊性 这种能理错乱的结构 这种现象 造成他的权力斗争是多项的 好的 是九大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 北戴河会首先 我觉得是要解决这个习理之争 到底是怎么理顺 是回到原来的体制上 让这个总理分解出 更多的权力和责任 还是继续让习近平独大 然后把这个总理压制成为 一个存在的打工者 那个北戴河是也预设得了 是九大的政治结构的变化 张先生 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 中国的媒体也存在所谓的 选面战的一种做法 比如讲权威人士的专访 就是5月9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 一版二版 然后呢 其他的三篇文章是在中国政府网上 也就是国务院主办的网站上 来发表的 其他媒体 主流媒体或者党媒 并没有跟进 你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存在着 政治力量或者媒体开始选边战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种也不一定是选边 可能本来它就是受某一些部门 或者派系的控制 它这个从领导的原来的那种结构来讲 你比如人民日报什么新华社 它可能这个作为党媒 它首先听命于这个中央 那么这个政府网呢 当然是这个国务院的喉舌 这也是没有问题 但现在呢 我们注意就是说 原来啊 这个李克强 基本上央视报道 或者媒体报道 这个频率是比较低的 或者说呢 摆的位置不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李呢 是频频的露面 而且呢 过去我记得好像 基本上不给他同学生 央视啊 不给他同学生 但似乎现在也有点同学生 也出现了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媒体在这方面 可能他们也敏感的感觉到 高层发生了问题 所以呢 他们也是在 小心使得万年船 两边可能都不得罪 当然有一些 比如立属于国务院的 他肯定去国务院说话 但是一些大媒体 他可能采取一种平衡报道的办法 就是中央这边的我也报 国务院那边的我也报 然后呢 两边我都说的位置都比较高 反正这个媒体有媒体的这个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们首先是要保住 我是姓党的 反正你们 你们都是赵家 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跟我们不大有关系 我们可能就是为赵家服务 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天津的张先生 打来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天津张先生 你好 你好 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两条路线 我觉得就跟这个以前 这个跟原来的这种所谓内部的这个路线斗争 这个很不一样 他们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最高领导人 好像唯恐怕这个外界 不知道我们这个党内有这种斗争也好 什么也好 这个你比如这个在这个 开他们的最高党的会议的时候 李克强在那正讲话以后提一鼓掌 他就在那都明显的我不鼓掌 他就好像曾经有意思做出来这种动作 让人家明白一样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现在等于这也是一种国家 他们在这个这个把自己这种权力斗争都可以把国人国家利益和人民 这都根本就谈不上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所以说这个他们在谈那些什么为人民呢 什么国家这个那个 这真都是这都骗人了 这现在都都都都可以说赤 赤裸裸的这种这种做法都已经出来了 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请和平来给这个回答一下天津张先生提出的问题 其实中共的党内呢 他们的之间的这种路线斗争或者不同思想的这种斗争 是一直存在的 毛泽东过去就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但是像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公开场合 在人大的会议上 李克强做政府报告的时候 两人缺少这种互动 没有任何的肢体语言等等 你认为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我觉得不过分 我觉得他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 他们的权力斗争越公开越激烈 那么老百姓在很大的场上 是更清楚看清楚他们 比他们黑箱 比他们的黑箱的运作要好得很多 但是中共的权力斗争 如果真真正的 谁的这个角度来干 是很搞笑的 你很难相信美国的这个总统 和美国的国务院 国务卿或者是他的副总统 公然这样公开出他们的冲突 但是正常的权力斗争 正常的权力制约 是总统和国会之间的争门 或者是总统怎么通过 这种民主的选举 他负责这个权力 所以中国这种权力的制约 不应该是在行政当局内部所产生的 应该是和国务 民法机构和授权的这种选举产生的 所以中国的这个权力斗争 是你所乎的 找不到解决方案的 没有任何趋路的权力斗争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正常的政治能力之正 所以我们讲分权 任何现在的民主政治 都是要讲求分权的 但是这种分权是讲 议会与这个行政当局的 这个权力的制约 然后通过选举之前 通过选举产生 收予这个行政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不管这个领导人是总理 还是这个总统 或者是国家主席 这样则是一种正常的权力的制约 但是中文或者是我们很多朋友 所理解的这种分权 是行政内部的一种分权 这个行政方式不仅是 答应是国务院 其实国家主席在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是虚尊 也可以是虚尊 它就可以是一个行政当局的代表 因为行政权力不仅是限制于 经济管理的权力 也包括司法的权力 也包括这个 尤其是包括军队的权力 所以这个东西先要厘清楚 就是说什么叫行政权力的集中 什么叫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制约 什么叫人民授予这个权力 你们也通过正常的选举 这个权力来源 不管怎么来的 那按照现在的文明的标准 政治文明标准 就是非法的 不管你现在国务院总理 还是你现在这个中共总书记 都是非法的 但是然后你们通过了 如果你是通过正常的程序 当醒了国务院总理 或者当醒了这个国家主席 那谁来制约你呢 是国会来制约你 是媒体来制约你 而不是行政内部来制约你 现在中国是 中国是行政内部来产生分歧 因为他没有 国会在这个里面 缺席他的应有的这个职责 所以老师 我们老师讲 要反对习近平这个集权 其实反对习近平集权 我们不是要反对他的行政的集权 要反对他的权力 是不受人民代表大会 不受国会的这个制约 也反对他的权力 是没有经过 人民正常陈处的授予 而不是反对说 他去收拾这个习近平 或者是他去收拾 某一个副书记 就他们内部之间 产生真正 那是行政当局内部的事情 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把几个概念混淆了 张立凡先生 最后一个问题 谈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景的时候 有一些政治评论人士 或者政治分析家认为 将来中共内部有可能出现分裂 出现不同的派别 甚至有些人另立一党 有这种可能 你认为中共在今后发生这种分裂 经过两派不同人士 经过选举 自由竞争 成立不同的派别 甚至组成不同的政党 相互制约 相互竞争 这种前景 你看得到吗 这种前景 我觉得恐怕已经过了这个 没这个地儿了 当初可能如果说 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刚性政党 它不像西方式的这种 所谓的政党就是party 我们这个政党 它的组织性非常高 所以它这套这种列宁式的政党 加上这种会党特色的这么一种党 你让它内部如果矛盾公开化 或者产生公开的竞争 本来可能我们认为 这种是一种健康的表现 但是对它来讲 可能就意味着失去执政地位 因为现在这个体制 目前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改革了 就是它现在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宫廷式的 那种非常传统的这种专制王朝式的 专利斗争 所以这个我记得最高领导人 访问美国的时候说 说中国没有纸牌屋 我觉得可能今后这段时间 我们要看的或者我们看得见的就是纸牌屋 所以在这点上 未来的总理人选 会不会是王岐山啊 会不会是刘鹤啊 还是呢 这个李克强还能继续坐下去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看 还有就是到底十九大的时候 这个谁能胜出啊 现在都是未定之数 因为什么呢 完全都是黑箱 虽然现在我们看这个人大的时候 好像看到了一点端倪 但是实际的运作来看 大部分的这个动作都还是黑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让它公开 一旦公开 或者矛盾公开 或者派系公开 然后那就有可能是 整个这个政权就崩盘了 所以我觉得不大可能有这种情况出事 好的 围绕习近平李克强斗争公开化的讨论 就进到这里 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蔡英文就职 张德江防岗 一国两制 前途何在 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休息一下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我是宝申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 上星期五宣示就职 台湾进入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新时代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将努力维持现有的机制 保持两岸的对话与沟通 但北京却认为 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表态不够明确 也是在上个星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视察了香港 遭到一些港人的抗议 张德江表示 如果抛弃了一国两制 抛弃了基本法 香港必烂无遗 自从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来 台湾和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国两制的想法在港台获得了更多的理解 还是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北京在推行一国两制的过程中 是否出现偏差 用一国两制实现两岸统一的前途何在 参加节目的嘉宾 仍然是通过skype在纽约参加讨论的 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 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继续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400120551 何平先生 围绕蔡英文就职演说中 是不是明确地表达了九二共识 中国大陆的新华社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 蔡英文不提九二共识 是打太极兜圈子 在你看来 蔡英文在演说中提不提九二共识 他的意义有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我看了蔡英文的这个救治演说 我觉得他已经尽了最大的 可制的一种程度 来向中国大陆展示这个善意 其实做这么一个 一位这个经过台湾民众 合法的 公正的 透明的这么一种城市 寻举出来的一个总统 他支援 要向北京这么一个 没有民主受入权力的这么一个政权 是表示善意 我觉得非常的委屈 非常的这个遗憾 但是呢 就是说北京似乎还不满足 一定要把蔡英文 框在这个九二共识 但是九二共识是什么呢 对吧 它是新发条文 它是两二的一个 双方签订的一个条例 不是的嘛 对不对 所以蔡英文能够说 尊重这种历史 这种认知 这种历史的残政 以尊重的这种资叹表现 其实已经表现出最大的这个善意 但是北京现在还是不舒服 不舒服 北京还是不舒服 不甘心 而想进一步呢 这个逼迫这个 这个蔡英文 主要是防止蔡英文呢 在未来一段时间 更加走向了 实质性的 所谓的这个台独行为 那当然北京它有这个恐慌 有这个恐慌 但是呢 你怎么办 两岸关系通过几十年 才成了个李登辉时候的 非常粗暴的 那个女女 李登辉那个时候非常粗暴的 在中国大陆非常的不开气 中国大陆更是粗暴 用这个武力进行专事演习 对吧 后来演变到陈雪扁时期 演变到马英九时期 越来越合法 我到台北就看下微跳 在机场 挂着那个中国大陆的 那个地方的民航的 这个公司的招牌呀 比台湾都多了 台湾没几家嘛 对不对 国际红红也没几家 你不小心了 你已经以为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 两岸关系的这种热路 两岸关系的这种实质性的交往 你现在怎么是争断了 对吧 在台湾来讲争断 它会受到一些经济的伤害 对于你中国大陆来讲 如果你争断 也就是你牵制 或者是和缓 两岸关系的目标 或者是现状就受到伤害 所以这个理念是双方都应该可制 不能因一个所谓的九二共识 就一定把人家宽死 人家是通过一个民意代表选举 产生了这么一种总统 他难道完全不顾名利吗 如果经过一个名利 能不能搞一个公投 如果你中国跟着他说 OK 我征重台湾的名利 台湾人民就搞一次公投 看要不要应这个九二共识 你敢不敢 如果这么敢 那蔡英文他有这个胆量吗 如果他有这个胆量 他们就试一试 但是大家彼此不能玩到这么一种高 这么一种激烈的程度 我觉得现在就是两岸关系 从蔡英文的就是演讲 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新的阶段就是说 一种新的合作关系 而不是一种新的伤害关系 对台湾不利 对中国大陆也不利 对两岸人民 现在已经所建立起来的 这种合作关系 是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我对新华社这样的文章 对中共继续粗暴的行为 我觉得是非常不理解 而且是自己伤害自己 张立凡现在两个星期以前 我们曾经讨论过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 马文锐的女儿马晓丽 批评五二红歌会的 这么一封公开信 今天我在海湾的华文网站 博讯上看到了 马晓丽写的另外一封信 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 她说说来好笑 两年前民进党 没有选举获胜的信心 甚至没有获胜的可能 但2014年香港 因特选发生的战中 左右了台湾的政治走向 一句 如选国民党台湾变香港 成全了民进党 其实造成民进党上台的 不是别人 正是大陆体制内的极左势力 这些人的破坏力 比台独要大得多 我想请您谈一谈 对马晓丽女士的 她的这个说法 您的看法 我也一直持相同的观点 就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经常讲说打铁要 还需自身硬 问题是你大陆自身的情况怎么样 你大陆有民主吗 有言论自由吗 你的这个政权是用人民普选产生的吗 你不是 那你有什么可以硬的 我就不明白 除了枪杆子你硬 别的你哪样能够硬得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说实际上香港战中 当时我们也讨论过 我就说一国两制本来这个 这个是一个橱窗 香港是一个橱窗 是做给台湾看的 将来一国两制了 你们台湾和我们大陆的关系 就是像香港这样 但是呢 香港被中共自己搞成了这个样子 梁振英这个所谓的梁书记 把香港搞成了今天这个样 搞成这副烂像 这一国两制的这个橱窗 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了 自己把橱窗都砸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这次看 张德江委员长 又去访问香港 态度似乎有所软化 又强调了一国两制 然后呢 也倾听了这个泛民议员 对梁振英这些恶政的控诉 等等等等 这些来看是有软化 为什么呢 他知道这个拢不住台湾人的心 这个票投国民党 台湾变香港 这个话我们以前在讨论中 也谈到过这个 我就谈到过这个观点 而且不是一次谈到 中共以自己的作为 让台湾人去投了这个民进党票 就是你们帮这个民进党助选了 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 你们中共现在的这种执政方式 这种执政方式让不但让这个 大陆的老百姓受不了 台湾的老百姓更加受不了 所以还有今天这样的后果 这个东西就是自作自受 没有什么可讲的 你要说想要 真正的想要实现和平统一 中共自己首先要改变自己 而不是要把你的这套东西 强加给台湾 强加给香港 还有什么一国两制 最后都是一国一制 最后都变成你现在大陆这个烂像 以败横行 然后警察可以任意的 排取一种黑社会式的手段 来处置一些事件 这些事情让大家人人都没有安全感 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我们认同 认同什么呢 香港人民认同什么呢 台湾人民认同什么 认同不了你 所以我觉得打铁还去自身 这话说对了 所以你还是应该搞普选 越南今天搞大选 其实这个越南的这种选举方式 是中共在1949年就承诺的 从乡镇一级 一直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的人代会 都是用普选方式反胜 这个话说了六十几年 自己都兑现不了 你还有什么政治信用可言 所以这个问题是根本问题 你给大家选票 大家就会选出来 他们认为合适的执政党和领导人 所以我觉得中共在这方面 要么就是努力去做 要么就被历史抛弃 好的 接下来我们接听 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你好 土生好 家民好 现在的话我认为的话 台湾也好香港也罢 作为一个中华民族 同党民族 说不的话说是统一 在大国的庇护家 它是有经验的 你像如果要说 自己搞独立 那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你像的话说是 东欧的话那些小国家 特别像乌克兰 伊拉克这些国家 他们有这个的尊严呢 作为一个中国大国 你不管是邪恶 还是的话 这是这个体制的问题 但是中国人走出去 这个国家还是有 他的尊严的 这个人民是有尊严的 好的 他不受了外来的侵略 好的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接下来请山东的 周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周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那个一国两制 我觉得是不合适 于中共的一个选警 中共一直在强调 那个正确理解 一国两制 他所谓一国两制 就是坚持走这个 社会主义不动摇 也就是中共这个 一党专制不动摇 一党专制的地位不动摇 那个这是张德基央 在香港的一个 这个跟民主人士的对话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过是一种 为了暂时缓解 一下香港人这个抗议 这么一个一种表演 而之后这个枪炮说 这个才是中共真实的本意 还有它这个一贯作风 就包括这个 对那个台湾这个地动山摇 也是一样的 那个从那个中共建政以来 一直就非常非常笃信 这种武力霸权 拒绝民主对话 尤其是在他们这个 在双方中 双方实力中 占这个武力优势的情况下 更是如实 比如说八九六四啊 解放军打新疆啊 它都就是这个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这个 对香港 对台湾也好 所有一国两制 还有这个大国 对那个大陆这个宪法 这个暴力维稳 等等情况下 都是这个 中共独信武力的这种 这种表现 是的 好的 谢谢山东奏先生 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 参加讨论 李先生 你好 你好你好 我觉得咱们今天晚上 探讨的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可以拿中国给巴西比一下 巴西由于权力斗争呢 导致巴西今后长时间呢 处于一个政治动荡期 但是中共如果像你们所猜测的那样 存在权力斗争 最基本上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有什么政治动荡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咱们今天晚上参讨第二个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按照张立凡先生说的 如果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不但这个台湾无法实现统一 新疆 新疆 西藏 都得分裂出去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何北李先生 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 何北李先生的问题 中共历史上从中共二大开始 就主张这个实行联邦制 实际上台湾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一国两制的问题 都可以在联邦制的框架下 这个实现统一 这个不是问题 这也是中共自己的历史主张 只不过现在中共呢 经常的半糊涂 就是说 它自己主张过的东西 比如说不是价值 比如自由民主 比如联邦制 等等等等 这些 比如宪政 这些 他们现在突然都不认账了 都变成了这个 这个敌对势力的阴谋了 那么到底敌对势力是谁 敌对势力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提的非常之好笑 就是你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然后呢 还要说是别人给你造成的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 一种这个历史的玩笑吧 但是其实你看台湾也好 这个香港也好 不可能真正独立 这点我也同意 这个 但是呢 这个从蔡英文就职演说来讲 他也是并没有表示要 要独立的意思 所以这个蔡英文上台 比如说他去这个 中烈族去这个 这个 这个 地点 这个国府和这个 这个先列 这个 台独的这些团体是抗议蔡英文 这个做法 他们要拒绝台湾中国化 不败这个 流亡 中烈 这些呢 我们看 实际上 蔡英文他也是要维持一种 不同不同的局面 这种局面才有利于台湾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实际上就是这样 谢谢 何平 我知道你经常去台湾和香港 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在台湾和香港的青年人当中 他们对于他们的现状 政治民主的情况 以及未来他们的地位和走势 他们对于一国两制的想法 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年轻人嘛 当然是比较激情一点 从台湾和香港来看 确实相当一批人 他们当时对政治是不是那么关心 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之一 也无所谓 但是能够从冒着头的一些年轻人来看 比较有理想的 比较激情的人看 他们确实是比较偏激 他们为什么是比较偏激的 他们发现原来传统的方式 那些你比较大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做的这种行为 没办法保护他们的权利 没办法保护他们的权利 那么香港 我们都知道你在香港呆工 你没有几个人会想到香港独立 对吧 香港人甩 香港人吃的 现在香港的控制都是军队 都是中共在控制 对吧 那你怎么能搞这个港独呢 但是 长期以来香港人的隐忍 只会迎来的是 中国大陆越来越霸道 越来越可知不知 自己去控制香港的那种野心 所以我知道 但中共这个体制来讲 它已经进了最大的隐忍的程度 好像不是破坏一国两制 因为一方面是 有这么一个一国两制的框架 另外一方面要把香港作为一个 解决所谓台湾问题的一个垂涎犯 所以他们还是尽可能克制的 但是在香港人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越来越霸道 越来越在破坏一国两制 香港能够破坏一国两制的能力是比较小的 尽量是克制的 但是他们发现 越来越不行 这样就给了极尽轻易的一个机会 一个借口 或者说一个支点 台湾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台湾新生的这个民主力量 时代力量 台湾香港的这个港督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尼茨人的一部分看法 他们就比较极尽 这种极尽的结果呢 要么就产生冲突感越强 但是因为他们还不能走向这个执政 没有行政的真正的这个权利 只有在立法院才会有一些权利 或者是接到政治中间有一些权利 但是这种极尽的行为呢 就保护了那些温和的制约 或者是跟中国大陆打交道了 这个行政当局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张德江到香港去 能够表现出某一种温和 在我看起来是远远不告 因为在我看起来是 香港让香港2017年 这个止血是完全有利于香港利益 更有利于中国大陆利益 因为一个要香港人自治的政府 自治的社会 是要向香港人自己承担责任 而不是要你中央政府来承担责任 现在香港的很多问题 讲老实话不是北京的问题 但是因为你北京胡来 你干涉你粗暴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你身上 如果香港通过自己的选举 它自己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冲突 自己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争论 那这样的话你中央站在一个角度来讲 你只要你一个遵守一国两制的这个规法 基本法你就可以了 你就真的是老大了 而现在不是你居高临下的去承担责任 那是奔的一种行为 两岸关系也是这样的 不是一个说没有完成的考骑 这种考骑是老师的考骑啊 一国两制什么叫一国 到底是中华民国合法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合法 无论从历史上传统上 从法理来讲 那当然是中华民国 那为什么搞成中华人民共和合法呢 那是国际政治的没有道对 国际政治至于抛弃了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台湾 至于迎接一个不民主和自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国际政治在里面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如果它采取过于激进的行为 那么只会刺激了这个新生代的人成长 那么刺激他们会用更激进的方式 跟你挑战 然后双方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好的 接着和平刚才这个讨论的话题 张立凡先生 我看到民进党一些大佬 过去和现在还有一些政治学者都提出来 你干脆不要搞一国两制 为什么两制呢 一国一制 就像刚才和平说的 咱们在民主的这种基础上来进行选举 看谁看哪个政党到底能够夺得天下 你认为这是在将中共一军呢 还是有实行的这种可能 当然他们提出这种说法肯定是将中共一军 那么中共能不能接受这个 现在中共最怕的可能就是失去政权 那么以前我也曾经提过 我说你现在几年前啊 两三年前我提我说你现在搞这个普选的话 一人一票的话 我觉得中共未必就失去政权 我觉得还可以这个以你的政治优势继续执政 但是呢可能你会有一些个受到一些个威胁 或者是权力不那么受到制约了 但是现在来看几乎没有可能 就是现在这种强硬的做法做到今天啊 现在很难有回头路 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保政权现在变成第一位的优先的事情 那么如何保政权就强力保政权 用民主的方式来保政权 他们没有这个经验 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我觉得现在恐怕很难了 谢谢 好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呢 时时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